是这个友情换绝情了 一旦有一个软性的越南籍女子 她平常跟先生呢 在市场经营猪肉摊的生意 不过呢 倒汇了5000万元之后 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受害的呢 都是她的同乡 超过了数百人 其中八成呢 就是来自于她的同乡越南 那么43岁的软性女子呢 标了互助会 经常达有十多年了 因为以前的信用很好 再加上每个月呢 只要缴5000块钱的汇款 就可以最取这个 1300到1800不等的利息 那么比银行的地存还要好很多 因此呢 更会的人也非常的多 不过上个月呢 这个女子突然倒会了 而且手上还有40多个会 受害人呢 就组成了一个自救会 要到宜兰地检署案您申告 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